大家注意看,这个男主叫小帅,他附频道的订阅人数,实在是少得可怜,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大家实在是太狠了,都还没订阅,我在这里拜托大家订阅,里面会固定更新直播,极直播金黄,好了,本期的视频即将开始。 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老师推车,其实它已经出很久了,2018年就开始接收订单,2019年开始小量的交车,好不好,我们现在现场是2020年的Jimmy,1462cc,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吧,超定价神车,头还晕晕的,太晃了,有点想吐,好啦,带大家看一下,它因为外观很讨喜,而且又有小Gcar支撑嘛,对不对,当然它最著名就是这个头灯,跟它这个水箱护照,还有大量的这个, 这个防刮材质,包含很粗壮的这个轮拱,一路连接,从侧面连接到后面的轮轮,还有这个方形的造型,它这个方形的造型,这个元素啊,用在很多地方喔,从它的车型,再加上啊,像它很多的这一种框,正方形的框,室内也有很多,还有这个,这个后照镜,都有维持那个元素喔,那车子尺寸,比前一代稍微大一点点, 那前一代其实我就觉得是一台,隔音又差,风切又大,又耗油,然后又难做,又小台,乘坐又不舒适,所以我其实如果比较有追我们店里面在卖的车的观众朋友一定知道,其实我几乎在我店里,从前一代的机密,我都很少,有卖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这种小吉普车的类型,其实坦白说在台湾没有对手,以前还有那个大发的小汉马啦, 但是现在小汉马大发,台湾也没有了,所以没有对手,旧型的现在还是在东部,还是非常多,以前小汉马那沈文成,你知道吗,第四台有车队你知道吗,沈文成有车队?有啊,这个吉普车车队啊,钓鱼的啊,还有出去游商玩水的,都开小汉马车队,你没看到吗?哦,那就是喔,那我知道,那我知道 小汉马车队啊,咪咪咪,省温城是吧,好啦,那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这里还有一个喷水头耶,清洗大灯了,果然是很硬汗的吉普车,吉普车要撩K,会有泥巴沾附嘛,所以要清洗头灯,四轮传动是一个叫做什么,part time 4WD,part time你知道吗,兼职的啦,part time嘛,它真的叫part time AWD啊,四轮传动啊,普通是用2H嘛, 2H之后你要打到N档,排到4H之后往下压,会排到4L,然后你看喔,包括它这个元素啊,雨刷的盖板都做得非常有吉普车的风格,这边要开孔,雨刷一定要做得很细很小,然后这个非常直的这个挡风玻璃,全部的元素都是这样方方正正的很可爱,1958015,那因为它车真的太晃了,我出门前我还特地量一下胎压,没有错就是这么晃,我以为是轮胎没气啊,太软啊等等的, 它真的很晃,然后它底盘它有用那个S轴加强它的底盘的强度喔,听说强度什么增加了1.5倍的刚性,这个相信是在越野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你车体会变形你知道吗,这个右轮比较低,左轮比较高的时候,那你车子会被扭曲嘛,那久而久之,你车会变形,所以它这个底盘的刚性对于这种越野车来讲很重要的,可是我相信九层买这个车都没有在越野的,都是要代步的 这个车代步我真的觉得,头还在晕,来看后面,后面一定要背轮胎吧,吉普车,然后一样方方正正的一个后挡风玻璃,它这个防刮材质的面积很大,后面包含着刹车灯坐在下面,它把灯往下移之后,它就把这个空间做出来了,我记得前一代在这边,然后它是侧开门,OK完全没有后面的置物空间,然后它这个椅背啊,跟我说有12段调整,请问一下,谁会调到这个坐姿,所以这个要载东西的, 这个话啊,通常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人可以啦,如果两个人,你这样空间才是一个行李箱空间啊,然后昨天我回家,我就这样放着,然后我老婆就把东西包包什么放在这边,然后开的时候啊,东西在那边飞,刹车它就往前飞,转弯它就往左飞,往右飞,东西在那边一直,我相信,应该有车友,这边有买一个防滑垫,所以这个后座要载人也很痛苦啦,这种三门车啊,你要上下车,也蛮硬的,然后后面呢,这边有附一个,颜言器,比较户外型的车子,在后面一定要附点, 这个头枕也超小的,你看,都已经快到这里了,来,后座空间,从这边来看一下好了,那是我开车的座姿,还算可以坐人啦,看起来还行啦,对,还可以,看起来还可以,然后我买这台车回来,我发现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我讲,吉普车就是要可以这样,你知道吗,你看,哇,夭壽啊,你看,我一只指头这样就好了,我还不是两手这样晃哦,我小拇指可不可以,小拇指也可以呢, 我两只手咧,你说最用力晃吗,对啊,你看这余震,有咖啡在里面会不会倒啊,你看这余震,怕死人,在车啊,车顶有被压到,被压到,对啊,他这个车顶应该有去停车场有限高,他没发现,有去跌到,可是这车也不高呢,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看起来是整排的啊,整排的啊,一条线啊,里面有阳春哦,方向盘就是SWIFT的方向盘,他门板非常的薄,他的整个门板做的薄度非常的薄,然后这是一个握把,一个很细很细很浅的置物盒,一个小喇叭,然后这个是左右的,我跟你讲,我坐在驾驶座的位置哦,完全看不到这里,就是调,还有电折后照镜,然后这边一个大灯清洗,车道偏移警示,这个预防锥撞系统,那只有上下没有前后, 哦,上下其实还蛮短的,那前后是没有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方形的元素,他这个表真的做得很可爱啊,车上是没有杯架的,这是前车主家装的,我有问过原厂,这好像不是原厂的套件,所以他应该是外面买的 硬锁上去了吗,可能要拆下来研究啦,好,完整度还蛮高,因为他也有符合这个方形的,很多吉普车都有的一个把手,好不好,让前面人之后可以抓着把手,越野,然后这个萤幕呢,你看也有这个方形旁边切削的这个元素,对不对,他中间的出风口也有, 好,而且中间还带一个银框,那这个萤幕原厂是没有的,这是后来选配加装的,跟SWIFT原厂的那个系统是一样的,但是没有倒车选音,为什么你已经选一个萤幕,不选倒车选音? 不给选,这台没有,要去外厂改,也不给选,好啦,硬看是不需要倒车选音,好不好 有6个气囊,前一代我记得是4个气囊,恒文空调系统,这好像跟SWIFT也很像吧,电动窗戏坐在中间,然后躲坡缓降,防滑关掉,这边有一组USB的插定跟点音孔,这个也很小,这次刚买回来都还没整理,因为跟新车一样,好,这边有个加力箱,加力箱它排入N档之后你才可以去排,它其实你看这车多老,还有付OD档,你看在这边,而且啊,我跟你讲,这晚上这个连灯都没有,中央资讯幕有显示档位,可是这边没有灯, 你看它踏板有够小的,油门踏板跟刹车踏板啊,小的有够可爱的,诶,来比一下,诶,你看这个路口最一条线而已呢,我刚脚踩一踩滑掉,面积太小了,滑出来的感觉,你知道吗?我是不知道啦 这台车啊,两个颜色,我喜欢两个颜色,一个是米白色,一个是均绿色,我觉得最好看,可是我开过以后,我都觉得还好 好啦,那我们就去试试看看吧,今天有点不好意思,我待会出去,开一开,可能会吐哦,等一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会不会吐 Ultra DASH Z3,地表最強的Dual Lens,Avia,Mobile周辺机器的Top Brand Oh shit! What the fuck! 超晃,阿恩老师耶,我的分析啊 好,哎哟 我跟你讲哦,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如果镜头一直晃是正常现象,你们千万不要骂阿呆 行驾西北晃,然后慢慢开一看哦 哦,你脑失耶 我昨天开一天啊,这台车我跟大家讲,我没有兴趣,有没有 然后我最近是因为哦,不知道要拍什么车了,拍到不知道要拍什么车了 看到拍卖场的那台我就给它买回来 想说拍个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其实我们之前有卖过一台了 可是那台还没来得及拍片就卖掉了 所以我就还没有机会测试到 所以这一次哦,我想说刚好看到拍卖场有一台 然后我就想说买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拍个影片哦 我昨天就把它开回家了啦 哦,真的好晃 我其实开出公司,大概500公尺 我就跟我老婆讲说,我想要回去换车 呵呵呵呵呵,真的很痛苦啦 然后它这个,你看它这方向盘也是 哦,这方向盘最屌 这方向盘的虚位之屌 你看哦,我的方向盘不管转到怎么样 它都是直的,有没有 你看角度有够大的,有没有 没动耶 没动啊 超大,大概可以降吧 可是非常的虚啊 我是不懂越野啦 因为听说这台越野很强啊,对不对 路坡角,通过角,离开角 哈,什么角 我只能知道没脚没脚而已啊 我不知道 这个大家去看专业车评的越野 越野我相信能力很强啊 因为这个从很早之前基民就是 Suzuki就是以前在台湾出名 就是做什么你知道吗 S裤斗,吉星 这个从以前那种吉星什么 他们其实是在台湾Suzuki会出名 是真的就是做吉普车开始 那后面才慢慢的有这些小排气量的轿车开始出现 才有你们现在看到的SWIFT啦 XS4啊 那基米好像1970年就开始有第一代了 所以几年了呢 50年超过了 好啦,我要讲一下这个车开起来的感觉 反正就很晃,非常的晃 好,第二个是啊 我觉得它是不是想要营造那种吉普车的感觉 其实,那你仔细听 你听得到那个变速箱的那个运转的声音 会哄哄哄的声音从中边传过来 有没有,它其实很明确的啊 让你在室内就可以听到那个变速箱运转的声音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故意要营造那种硬汉的感觉 硬派的感觉 它想要告诉大家说 这是一台很强悍的吉普车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油门啊,稍微踩重一点啊 其实那个吸气声 类似吸气的声音 引擎运转的声音 其实你是可以听得很清楚的 那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刻意营造出这种感觉啦 因为你看以SWIFT來讲 我们之前试过SWIFT 其实它室内的抑制的噪音就还不错 以小车里面我觉得它做得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不会做安静 它如果要故意把它弄得 引擎的声音这样传进来 然后你还听得到金属的那个变速箱 即使那个轰的声音 你有没有听到 有沒有,现在就有了 有 很尖锐的那个变速箱运转的声音 它既然会把这个声音弄出来 我觉得它应该是故意的 就是要营造出 真的就是一个吉普车的感觉 哦对,然后它高速的转速超高 因为它是四速的 它100公里的时候 在3000转超过 3000出头 我想必这个车是非常耗盈 我看它的表定数据说 四驱12高速18的样子 平均有16还是14 但是我觉得比重转速 我觉得一定没有 而且它这个车 1462cc 102匹的马力 扭力13.3 有人说起步不够力的啊 所以要踩重一点 我记得它国外 还有那个三缸涡轮版本 那它什么起步啊 所以有一些车友反应嘛 因为起步 他们觉得比较没力 所以要踩重一点 所以造成转速也会上升 所以就开起来觉得蛮耗油 所以我觉得那个数据 应该不是很准确 这车应该也卖得不错啦 应该会有广大的车友 来留言一下讲 这个车的油耗怎么样 因为我只有四开一天而已 为什么我之前对这个车没兴趣 因为前一代的基民 我有感觉又吵 引擎也吵 隔音也不行 然后这个车子又晃 弹跳又大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车子要干嘛呢 除非你真的是有那个 你比较硬汉的 或是你真的有去外面喜欢 在那边路坡角 出坡角 通过角 你如果真的有这样 那当然你觉得这很棒 可是我相信 交车买车的这个大部分的人 应该都是代步而已 应该看外型外的吧 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 那你破梗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如果真的喔 你事实上买回来代步 你买这个车 你只好对头灰系 我没害怕 每个人都看 我也是看它外观很可爱啊 我讲过我喜欢圆圆的头灯嘛 又大又圆又白 真的蛮可爱的 这个外型来看无懈可及 但是喔你以它前一代的造型 它现在做一个延续 方方正正的 所以它的那个封切声真的不行 这个银封面超大 但是你看喔 这个车我们这样在平面上面真的是 Super慌 真的很慌 而且它是连那种很微小的道路的起伏 都可以造成你整台车慌 我们今天这一台是2020年的 跑2万公里 保固期内 那2万公里应该赚 蛮心得 应该蛮有参考价值 好不好 那等一下最后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这个车 现在上面超定价的价钱 这个车是一切这个超定价买车的一个开端 现在很多新闻 有没有 我在那边带风向讲说什么 现在新车都缺车缺到超定价 然后都PO这台车的照片 我跟妳讲不是每台车都超定价好不好 那个造成很多消费者都传讯息给我 说小四哥现在新车还是都超定价吗 我说没有 不是每台车都超定价 你还是要看车款 有的车就是超定价 有的车就是缺车 大部分的车是没有的 不要被新闻误导了 我先讲反正这台车 你如果要买回来载小朋友 除非你小朋友也喜欢晃来晃去 要不然真的这个车 不算是一台舒服的车子 那前一代我会觉得超不舒服 但这一代有比较好的是它隔音变好了 这样有变好 对啊它这隔音比上一代好 你就知道上一代多夸张 我上一代我遇到那个中古车 我真的很不想买 它好像有这个防碰撞 跟这个车道偏移的警示 它这个多加了一些智慧配备 你看这方向盘就跟SWIFT的是一样的 可是SWIFT有跟车就没有 其实它的配置都跟SWIFT很像 好 爬一下坡 有大声吗 3000转 时速50公里3000转 你看看 爬坡起来那个MISSION的声音 是不是更大声了 嗯 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强烈的特色 基本上我觉得很像在开一台 它虽然外表看起来很年轻 但是它的骨子里啊 就是变速箱跟引擎开起来啊 很像是老车 它的配置很像是老车 不过高速公路的那个晃会好一点啊 因为高速公路真的路比较平 因为我本来想说这样size的车 是不是适合这个小姿女啊 夫妻娘啊 小情侣啊 或者是这个妈妈出去买菜 载小朋友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妈妈出去shopping 带小朋友开这个车这么晃 好像不是很理想的 我是不会想要买给另一半开这个车子 真的太晃了 真的受不了 我觉得有一个不错的嘛 就当初如果是买这个车的人 他本来想说外型很可爱啊 然后好像精品一样 因为缺车嘛 精品跟它包包的一样 但它买不到我买得到很屌 结果买到回来你后悔了 然后你再卖掉不会赔钱 搞不好还赚钱 对搞不好还赚钱 但是开起来我是真的会打消我买它的念头 好晕喔 你会想出吗 真的很晃啊 真的很晃啊 真的很晃啊不是假的 而且你今天故意开很慢是不是 对很慢 这车开不快啊 开快妈引擎 要多炸啊 好像引擎要燃烧了一样你知道吗 好啦跟大家分享一下价钱好不好 其实价钱有点乱 如果19年的GIMMY 应该也没有超定价了 19年的试验上 我觉得应该是在75到80万 20年应该也是差不多在这个range里面 但这台我买高一点点 我在拍卖场买20年的我买83万多的样子 跑2万公里 我也不知道卖不卖得掉 会不会有人超定价来买啊 但是我凭着自己的良心说 我是真的觉得不知道这个车到底 除了外形之外到底哪边有卖点 不知道有没有人买的后悔 应该是有 要不然也不会丢出来拍卖的 大家都不要讲这个秘密 它永远都可以超定价再转手掉 因为还是会有人看着这个外观很想买嘛 应该蛮多的嘛 对不对 还是会有人想买嘛 只要外形OK的话都不用担心嘛 所以你看有一些对不对 美女长得漂亮可爱的 有没有 常常在换男朋友 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不好相处嘛 公主病 有没有可能 我上次不是有讲一个笑话 说那个 欸你变了 我以前我大姨妈来的时候 我前男友都会帮我揉肚子 然后都会买红豆汤给我喝 你都不会 然后男朋友就说 我有什么办法 我后面有你前男友 联络方式 我上次不是讲这个 然后其实这个还有很多连续的版本 你知道吗 女生会说 欸你变了 你以前都不会这样骂我 然后男朋友说 对不起我错了 我应该从以前就开始这样骂你 呵呵呵 有没有 这是连续的版本啊 然后那个女生不是最喜欢问的 欸如果我跟你妈妈掉进水里 你会救哪一个 你知道这有标准答案 目前我见过最好的答案 然后就说 没关系我妈会游泳 她会救你 这第一个嘛 对不对 然后那女生就会说 不行 就是你一定要下来救一个 对不对 男生就说那你惨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游泳 我妈一定会先救我 呵呵呵呵 这是目前我听过最好的一个回答方式 这样她就没办法再问下去了 不然还要再追问什么 如果你妈妈不能游泳 那市面上的价值我觉得2020年的居民应该在80万左右 那2022年的我看拍卖场在拍都还拍到90几 我说的是那种接近新车喔 跑10公里20公里那种好不好 所以我相信这个车如果市场上下再流通应该90几万 最新最新的 目前市面上行情这样 那我不知道我们上一片之后又变怎样 但我自己觉得应该要慢慢的往下修了啦 我自己觉得这车我真的不行 我会不会被这个车友干掉啊 你这不懂啦 越野车这车就这样啦 你太容易晕车了 每一台车被你开到你都在闲晃 到底哪一台车不晃你说啊 有法拉利 没有啦法拉利我还没开过啦 不是Suzuki的车我应该也称赞过啦 有啊SWF也有还不错啊 SWF我也觉得不错啊 对啊 对吧 但基米我真的不行 我们老实说好不好 虽然这台不知道会不会卖到赔钱 我试试看好不好 喜欢影片记得订阅分享留言 开启小铃铛 好老师退车 下次见 好想吐喔我想快点回去喔 看我的耳朵塞起来了 很明朗 你看我妈我脚又滑掉了 有没有叫啪一声 有啊 烫过来的声音 那人家踏板有够小的啦 你看这妈的一个好好的路 我没有过人孔盖就可以晃成这样了 我想统计一下耶 底下如果观众朋友可以帮我留言好不好 就是到底晕车 会晕车的人多还少 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很厉害 就是他就都不会晕车都不会晕船 他就从来就不知道晕车是什么东西 晕车什么东西 对 然后我很想知道说到底是我属于比较特别的 到底是会晕车的多还是不会晕车的多 哇 阿呆的头左晃右晃 我整部片都在晃 我发现慢速的时候其实更晃 其实要开快一点 你知道吗 他在慢的时候晃得很夸张 有没有 嗯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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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打歌喔 你想打歌 爱的猪打歌 爱的猪大哥 爱的猪大哥 我在唱什么 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 哈哈哈哈 他没有到车后嫌疑 我都不知道我告诉你 应该有到车雷达吧 可是他多了一个备胎在后面 所以也不准啊 不要 我想就要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再退了 出门在外只有声音